大家好,我是轩妈 YouTube币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like 在这里真心的感谢您 正所谓气血不足百病生 气血是我们身体工作的活动基础 对于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和女性朋友来说 气血更是生命之本 平时要多吃一些补血养血的食物 一提到补血,相信大家第一个想起来的都是红枣 但其实还有很多天人造血库就藏在我们身边 比如说这种爱叶草 今天就用爱叶草分享一款可以补血液气的茶饮 一周喝上两次,面色红润,气色好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去田里,栽一些爱叶草 如果没有的也可以去菜市场买 爱叶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 它具有极强的功效 可以温精、散寒、活血、行气 民间很多人用它来做爱灸 可以治疗一些慢性疾病和妇科疾病 爱叶对于女人来说 有着非常神奇的功效 许多女人喜欢喝爱叶水 爱叶草的功效与作用一 可以增强抵抗力 爱叶草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养生保健的功效 可以提高我们的抗病能力 所以经常喝爱叶水 可以使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增强 女人经常用爱叶煮水喝 还可以改善体质 含量体质的女性 喝爱叶水可以让自己变得不再怕冷 还能够对抗过敏 第二可以温气血 爱叶草可以温经络 将温经络暖起来之后 就可以让气血通畅 气血流动到全身各个部位 可以让身体更加健康 让脸色更加红乱 所以喝爱叶水也是具有一定的养颜的功效 女人最为重要的就是气血 气血好了 整个人就会变得更加光彩造人 第三可以上寒止痛 爱叶草还可以上寒 女人喝爱叶水可以帮助 将体内的寒气散掉 起到止痛的功效 很多女人一到月经来临 就会出现多种毛病 比如肚子痛 就是非常常见的痛经现象 平时多喝一些爱叶水 可以帮助治疗痛经的毛病 让自己远离痛经 第四治疗妇科疾病 女人喝爱叶水还可以保护自己 远离妇科疾病 爱叶可以保健养生 可以治疗许多慢性疾病 在治疗妇科疾病上面尤其有效 采摘回来的爱叶草用水冲洗干净 洗好的爱叶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小块生姜 生姜 是人们厨房中的必备食材 可以提味增鲜 去除异味 它也是一种中药材 能驱寒 止痛 活血 化鱼 生姜在生活中的吃法有很多种 而且人们用不同的吃法吃生姜 所花费的保健功效也各有不同 生姜的功效与作用一 可以消炎杀菌 生姜中含有大量的姜辣素 人们用它泡水以后 漱口还可以消炎杀菌 也能去除口腔异味 它对人类的口腔溃疡 或者口舌身疮 以及口臭 等多种不良症状 都有明显消除作用 把生姜泡出的水 慢慢含浮还能缓解咽喉炎症 能让人们的咽喉肿痛症状 尽快减轻 第二 可以输精活血 输精活血增强人体抗寒能力 也是人们用生姜泡水喝的重要好处 因为生姜味道辛辣 人们用它泡水喝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加快血液流动 可以让筋肉保持通畅 这种情况下 身体因气血不畅 引起了胃寒怕冷 也会随之消失 第三 可以调节神经 缓解疼痛 生姜泡水 还可以调节神经 缓解疼痛 平时能不能出现 神经性头痛的时候 可以把生姜泡出的热水 放在盆中 直接把双手 放在盆中浸泡 这样就能让疼痛的症状减轻 第四 可以抗病毒 生姜泡水喝 还能抗病毒 它能阻止多种病毒对人体产生伤害 而且能抑制一些常见病毒的活性 防止它们在人体内滋生防止 在流感高发的季节中 人们坚持用生姜泡水喝 就能有效降低流感的发病率 生姜清洗干净 然后把它切成僵尸 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橘子皮 橘子皮 相信朋友们并不陌生 不少朋友喜欢用来直接食用 其实橘子皮还可以用来泡水喝 具有健脾开胃 提高机体抵抗力和免疫 促进胃肠道蠕动 降低血压 降火 造湿化痰 以及美容养颜的好处 第一 橘子皮可以健脾开胃 皮香气浓郁 可以唤醒开胃 能改善 脾胃虚弱 导致的不失饮食 消化不良 第二 可以提高机体抵抗力和免疫力 高速与其中含有大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有关 第三 促进胃肠道蠕动 常用于辅助消化不良 以及便秘等不良状况 第四 可以降低血压 橘子皮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P 有降血压的功效 可以用来辅助高血压 第五 造湿化痰 橘子皮有暖皮 温造化湿 止咳化痰的功效 适用于咳嗽痰多 颜色白 而且粘稠 橘子皮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 接下来准备一个养生糊 把艾叶生姜 橘子皮全部放入养生糊里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煮上20分钟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20分钟之后 这一个艾叶生姜橘皮水就煮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倒出来杯子里 再加入四量的红糖 红糖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好的 可以输筋活血 还可以帮助女性保护皮肤 最主要经常喝红糖 还可以帮助女性去除痛经的现象 这一道艾叶生姜橙瓶水的作用不亚于红涨 中老年来和女性朋友要常喝 补足气血 精神好 一年少往音乐跑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你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